在欧洲有这么一座城市,在我们小学课本里出现过,它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汽车的城市,这里没有汽车,也没有红绿灯,唯一出行的方式就是靠走路和坐船。 它就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斯,这里因水而生,因水而美,因水而新,享有水上都市百岛城的美称,但随着岁月变迁,威尼斯的地基也随着时间在不断的下沉。 而且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不断上涨,如今的威尼斯每年都会被洪水淹,当地的威尼斯人早已习惯这样的水上生活,他们在水中看日落,在水中喝酒,也在水中深情相拥,有专家说,50年后这座城市将会沉入海底。 到那时,迷人的街巷,浪漫的百年建筑和梦幻的水岛从海上诞生,也最终消失在海上,有些风景犹如人,一旦错过,就不会再有。 这样的威尼斯,你想去看一看吗?